嗨 大家好 我是张大飞 单车骑行西藏阿里南县 现在的位置是拉兹县热萨乡 昨天晚上因为风大 我找到了这一个桥洞在这里露营 在桥洞下面露营风也还是挺大的 现在已经差不多快中午了嘛 今天早上还下雪 看一下我的小帐篷 乱七八糟的 把这些睡袋什么收拾一下 咱们准备出发拉兹县 318还有最后40公里到达终点站 就是拉兹县城 我现在离拉兹县城一共还有44公里 咱们今天出发计划还是50公里 差不多的样子 我现在先把东西收了 然后咱们启程出发 装备已经收拾完了 这里还有水一瓶 这里还有一瓶 昨天都没有用 昨天买的菜啊什么也没有用 你就不用买了 直接出发吧 昨天下午我知道要翻山 所以说到乡镇下面了 看看这个山还是挺高的哈 从这里 然后绕着那个崖口 好像还要往前翻一点 正好就这一个山吧 这一路好像是 这个山具体崖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我也没查到 咱们上去以后看看吧 我上来一小半了 好像还不到半山腰吧 那里还能看见雪山看见了没有 这位置 现在这里是一个休息的停车的地方 我先休息一下吃点东西 今天早上出发的时候没有吃东西 今天早上我就在水泥场 那个位置前面的那个桥桶那里 但我现在走那边就是那个热大乡 我先吃东西吃完东西咱们也继续翻山 这里还有昨天买的好吃的 哎不吃点东西翻不动啊 太要命了 这里还有一瓶啤酒 青柯啤酒尝一下什么味 看应该还有什么其他吃的 鸡蛋生的所以不要了 把这个水拿下来喝点水 这里还有三个苹果 嗯 还有啥吃的呢 这里 还有这个也是青柯的 这个叫什么我还真不知道 反正又是青柯做的 看着这个风景也吹 感觉怎么样 今天有一点点风不大 没有早天大 可能是还没到下午的原因吧 看着这个风景也吹怎么样 还行啊 还行哈 喝瓶啤酒 干杯 清磕啤酒 甜甜的怎么感觉 接下来还有 四五公里爬坡很像是 反正是继续弯弯的 我看地图 我一想肯定是翻山 没想到今天真是翻山 可能是接下来还要翻 不知道爬多高 昨天晚上露营是4200 晚上爬的话 我估计要爬个几百平吧 能爬到4500吗 差不多有可能哈 我感觉这个没有拉大皮 又好喝 吃个大苹果 我好久没吃苹果了 真的好久好久没吃了 嗯 快半年了吧 哟 我估计差不多 我很少很少吃苹果 我没有 有几个月没吃过 同服事吧 是不是烟还散着 收拾收拾 准备出发 吃了一点这个小饼 就这个东西 吃了一个苹果 垫一垫就行了 想吃饱的话还是要吃饭的 这些零食都是带到路上吃的 断崖口了 这个山叫做 拓拉山看见没有 这里就是拓拉山山口 海拔4500 今天天不是很好 看周围的天 那边都已经阴起来了 有点风 不是很大 没有昨天大 从拉大出来以后好久没有爬山了 这是爬的第一个山 是从日卡特出来的第一个山 然后到拉兹县的话就这一个吧 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下坡比较多一点 平均海拔也是在4000左右应该是 穿上了一件衣服 这个天然有点冷 穿上周围依旧强一点 我都看见县城现在对我招手了 拉字线还有38公里 加油吧 出发 期待 我们下期间的节目 我们下期见 直接走 咱们 下期见 咱们 下期见 其实 我们下期见 这一段时间 然后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这一段时间 我们下期见 就是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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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前面还有个四五公里 然后过去这个坡就到了 有人跟我说这边是无人区 哪里无人区啊 没有无人区啊 别听别人忽悠我什么的 这边乡镇还是村子还是挺多的 真的是挺多的 路板油路 真的就稍微有点这个带袜的 聊过来是什么的 i need somebody to heal somebody to know somebody to have somebody to hold it's easy to save but it's never the same i guess i kinda like 中点318的看见没有 only good 出发现成 318已经结束了 今天晚上还要继续出发 现在是下午5点钟 这边是晚上9点才要完全天飞 我要进入219了 下一个线程定日线 加油 oligay 我想买一把刀 我拿个刀切菜不快了 找个小商事 然后买一把小水果刀切菜用转面 有带 这可以收起来的是吗 这里 这多少钱 8块 8块 嗯 里面有那种粗的吗 稻草的那种 粗的没有 粗的没有只有这个 嗯 8块 嗯 到了啊 再见 哎呦 嗯 切菜切肉专门用 嗯 买把小的也不是很沉 嗯 哇 正好放在这个包里 这线程很小 很小很小呀 然后看有好吃的吗 有好吃的就在县程吃 没好吃的就自己做 啊 转一转 路口购马都左转 请周期来往车辆 哎 一个清真 哎呀 看看今天还要吃顿好的 肥沉肥沉 哇 哇 炒肉片 手抓羊 啊 吃饭 吃牛肉吃啥 好 看一下啊 啊 牛肉炒拉面多少钱一份 二十二 二十二 我给我来一份吧 嗯 来 啊对 牛肉炒拉面 这么一大盘可以了 到县程了 能不吃点吗 天茶 挺好喝的 哇 不带断呢 嗯 真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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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嗯 嗯 啊 吃拉面店里的这个炒面啊什么的或盖饭 味是真好 喜欢这种味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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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하는味道 真香 吃完饭了 咱们继续出发日定线 60多公里吧好像是 87公里啊 今天到不了 还能走个 30公里应该差不多 20多公里应该没问题 现在才6点多一点 6点半 这边9点才天黑来 是不是 我在拉兹这边也没有什么事 主要是就一个小县城 到珠峰脚下那边 还有个观景台 好像是有40多公里 还60多公里 不多说了 咱们直接出发吧 我看看 要不然我就再买点零食 在路上备着 是不是 今天晚上要是太晚的话 就不多饭了 然后看看能到哪里吧 出发 出了拉兹 就是西部六县及阿里地区了 这边加油 就这么多了 其实是这个小铃银银银银银子 还是有一个小银银银银银� 也不非常好 但我可以发生一下 那边就会参加 我买点东西 这个饼多少钱一块 这个一个一个三块 一个三块 里面是有馅吗 没有馅 这个呢 土豆片 这多少钱一袋 我拿几个这个行吗 这个一定二十块 零卖吗 返卖吗 我想十块 这个行我拿一袋 是这袋啊 十块钱行再见 拿点备用路上吃啊 我还有一点点那个东西 找个垃圾桶 把垃圾桶把今天 这个垃圾丢了 今天喝的垃圾 行 走吧 那个 有吃的就行了 水我也有 还有一瓶多一点 石泉河还有1072公里 张木桓317公里 这条路是国道345 我要走这条 国道219 加油 准备出发了 看一下导航图 喀什石泉河219国道 太漂亮了这个线 我太期待后面的路程了 加油吧 出发了出发了 我来给 现在晚上11点40分 现在这个位置这个村子叫做集绝村 加速拉伸口还有6.3公里 我现在的海拔位置是 海拔四千九 现在晚上不走了 我打算找个地方露营 我看 远处前面好像是有个房子 是不是 但过去看一下 应该是一个小房子 我以为是房子呢 原来是个标示牌 我把我好激动 还有6公里吧 到牙口 牙口5200多米吧 太冷了上面 现在是接近5000米了 3900多米 不打算走了 这应该是一个山边 看见没有 这边是一个山坡 我打算在这个位置搭个帐篷 再往上走太冷了 我现在手已经冻僵了 我就在这个标示牌这搭个帐篷 明天早上起来以后翻过去山 先把车子什么推过来 先搭帐篷吧 冰车放在这个旁边了 帐篷已经治好了 旁边是国道219 很近 看见没有 就这么近 看看我的小窝 怎么样 还行哈我都已经铺好了 今天晚上也有吃的 看见没有 我还有这个东西 今天在路上买的 这个也是青车做的吧 饼 都是干粮 必须带干粮了 还有就是 红牛 苹果那里也有水 今天晚上是够吃了 吃一点 哇 这里面这个水 看见没有 结冰了 真是 结冰了 今天晚上我感觉这瓶水要结冰 下半夜的时候 现在温度还没降到对地 竟然结冰了 吃东西啦 吃点夜宵 这东西真耐饿 吃两片撑好久 我买了这么一大包子 这就是干粮 来瓶红牛 哇 好凉啊 哇 好凉啊 哇 真凉 看一下 现在是珠峰脚下 最高的一个山 加错拉山 我现在的海拔是四千九 我还有六公里 到达山口 山口明天早上 然后再上去看 那个山口的风景应该很漂亮 加错拉山 海拔五千四百八十米 一共 是从海拔四千米 攀升到 九百米吧 差不多 二十多公里 攀升九百米 嗯 现在的位置 正常的话是 攀升 嗯 一千 一千多米 一千二百多米吧 再走六公里 所以说明天早上 以后 翻越那个山 明天的计划 六十公里 翻过去以后 嗯 明天基本上 一路 就好走了 就二十公里的上坡 还行 确实有点冷 哦水结冰结的越 结越厉害的看这个样子 嗯 嗯 行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吧 咱们明天出发 定日 定日线 六十公里 就可以了 看看 这里 已经处了 在家里 套 入门